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现场 山区的气候变化快 瞬间可能溪流暴涨 清竹间时太刚发生了 21名登山客 台风受困山中 警方连同了山清共8个人 带了绳索以及炼具 走了一个小时 挺进了神木群2公里处 在暴涨的山沟溪流间 营救2名孩童 和19名的民众 是全数的顺利脱困 滚滚溪水不断向下游 冲去直见远景和山清 涉水站在石凤间 一手拉着一手 接力要把受困民众 护送到安全区域 见山谷西沟处河水爆炸 警民登山客欲冒险过河 民众含小孩两名 焦急原地等待救援 远景先以绳索固定于两岸为基础 抢救人员则配合战略潜水 颜快上在川级极流中冒险 以接力方式将15人护送过河 清台原规外围环流为监石山区带来不少雨量 除了泰岗温泉野稀暴涨6名露营客受困沙洲 同一时间正希堡B群神木区步道也传出15名登山客受困山沟溪水 泰岗派出所立刻出动3名警力加上5名部落山青带着神索和炼具冒着风雨 挺进神木群2公里处 2名孩童与13位大人受困 警民接力护送并背负小孩过息 好不容易全都平安上岸 又接获另有6个人刚从大坝尖山寻北林县下山 受阻在山沟 救难人员再次援助 一举成功共救回21人 接续又有6名登山客从大坝尖山寻北林县下山 亦在此受困 最后在警民全力抢救下安全下山 被救民众非常感谢严谨及部落青年的救援 在此故意民众在台风期间误从事登山活动 病病危险发生 狂风大雨困在山区 登山客惊吓之余更是泪滩 好在远景和山青及时伸出援手 4个小时让21位民众全数平安脱困 好在这边 谢谢观看